各位观众朋友 我们才关心今天的天气 那么今天各地天气都还算是稳定 只是云量是有点偏多 那么最主要云量偏多的原因是 因为在台湾海峡这附近 有一些比较浅薄的云气 随着气流飘到我们台湾的上空来 所以虽然说云量是比较偏多 但是其实各地降雨并不是很明显 那么目前在台湾附近的话 主要水气跟风面的位置 其实是比较集中在比较偏北边的地方 所以对我们台湾并没有造成直接的影响 但是在今天晚上 今天深夜到明天就要特别注意 在中国南方这附近的云系 黄南云系会逐渐随着气流往东边移动 来到我们台湾附近 所以今天深夜到明天 我们台湾的天气会变得比较不稳定 降雨的几率会比较容易 比较提高一点 所以提醒大家 明天出门就要记得期待雨去了 另外中南部也要特别注意 在明天的话 中午过后还是会比较容易有 这个午后雷震雨 那么预计这一波云系的影响 主要就到礼拜四 接下来礼拜五的时候 水气量就会比较明显减少了 风也会从原本的偏东风 逐渐转成有点偏东南风 所以礼拜五到周末 目前看起来天气都还算是稳定 甚至是有机会维持到礼拜一 但是要特别注意午后雷震雨 那么下一波方面云系移动 影响到我们台湾的时间 大概是在礼拜一晚上到礼拜二 不过还有一些变化的空间 那么目前看起来 这一波封面的移动速度 可能会稍微比较快一点 大概在礼拜三的时候 就会逐渐远离我们台湾的天气 这个雨是有逐渐缓得下来 这个至于目前看起来 这个雨会下多少 因为还有一些这个时间 所以还有一些变化的空间 但是现在看起来的话 这波封面的移动速度 是稍微比较快 比较快的话 对我们来说是好消息 不要在我们台湾上空停留太久 这个雨水就不会下得太大或太急 所以大家还是要特别关注的是 下个礼拜一的这一波封面云系 你们来看一下什么地方 比较会下雨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过来四天的这个降雨的区域 那么在礼拜四的话 其实受到这个黄南云系的影响 还有一些比较偏东风的这个影响 在我们台湾附近其实在礼拜四的话 全台湾其实都有下雨的机会 另外三区在我们中央部也要特别注意 可能会有些午后的这个短暂震雨 礼拜五到礼拜天的话 会逐渐转成有点偏东南风 尤其是礼拜五跟礼拜六这两天 到礼拜天的话会转成比较明显的偏南风 所以在未来几天都要特别拒的是 午后雷震雨 那么礼拜四的话呢 就是我们全台湾降雨的几率 都会比较偏高一些 我们来看一下在这个今天晚上各地的天气 大致上都还算是稳定 只有北部跟东北部 会慢慢的在深夜时间比较晚的时候 受到华南云系接近的影响 可能就会转成有这个短暂震雨的天气了 那么中南部的话 要稍微注意一下空气品质 有机会到达橘色的提醒 对敏感族群不健康的等级 另外也要注意一下这个低温 大概是在20出头度左右而已 所以还是会有一点凉意 尤其在北部跟东北部 还是有受到一些偏东北风的影响 所以这个风数 还是稍微比平常大一些 所以还是要稍微注意 可以戴一件宝藏袖或是宝外套 那么明天各地的天气 就会逐渐受到黄南云系 以及这个午后热对流的影响 全台湾各地都会有短暂震雨的这个机会 那么中午高温大概是在 26、27度到28度左右 那么在我们中南部的话 还是要特别注意空气品质 是有机会来到举色提醒 对敏感族群不健康的等级 所以几个重点提醒大家 礼拜四的话是受到黄南云系影响 各地天气会转成比较不稳定 比较容易有阵雨 礼拜五到礼拜天 各地是比较稳定的 甚至是可以持续到下个礼拜一 但是要特别注意是比较容易 午后来阵雨有几家山区 或者是临近山区的地方 那么下个礼拜一大概是在晚上 目前看起来是在下半天 封面云系会影响到我们台湾 我们这一波主要影响时间大概是在下星期 一晚上到礼拜二左右 以上就是今天的天气 我们来看详细的天气数据 大家一台的观众朋友 新闻即将告一段落了 稍后请继续收看人间谱